电话 喂 师哥 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呢 下午休息 明天呢 明天上夜班 怎么了 有事吗 我们军医大的赵教授 昨天连续上了三抬手术 回家的路上 突发精神取舍了 你回来一趟吧 好的 你们等我 我马上回去 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你怎么了 我军医大的一个教授 突发心梗去世了 你去哪儿啊 去机场 我送你吧 我已经订了下午两点的班 不用来接我 把地址发给我就好 我自己过去就行 好 老师 我下班了 回老家办点事 会在明晚值班前赶回来 老先生还差几天就退休了 老先生还差几天就退休了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退休之后 带着师娘一起去周游世界 好弥补这些年工作 对家庭的亏欠 师娘是叫高中地理的 他们去过最远的地方 应该是杜敏院的年去过的黄山 应该是杜敏院的年去过的黄山 每次去老师家蹭饭 师娘都会拿着当年的那张照片 跟我说 等老师退休了 他们一定要再次去黄山 一起看云海 好好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好好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走吧 这个好像卡住了 我看看 好了 去吧 谢谢 身上有钱没有啊 有的 那 我先进去了 快去吧 假扮你女朋友这事 如果真的需要 我答应你 回来再说吧